好 最新消息 來關注這難道爬蟲類動物 也有算數能力嗎 這是台灣師範大學的研究就發現了 台灣的班歸在經過訓練之後 能夠精準做出簡易的數量比照 像是能夠精準地分辨出 9和10的數量差異 辨認數字能力接近了領長動物 同時也刷新是全球爬蟲類動物的記錄 而這項驚人的研究成果 也順利地發表在國際期刊 在兩邊不同數量的方塊中 準確選出數量較多的一邊 這是台灣師範大學的最新實驗 發現台灣班歸可以透過學習 培養數感辨認能力 最高紀錄可分辨9跟10的差異 創下爬蟲動物的新紀錄 烏龜之前做的最高的極限是3比4 我們這一舉把3比4推到9比10 這是在動物認知心理學 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過去科學界普遍認為 辨溫動物的智商都低於恆溫動物 像是蜥蜴只能分辨2跟3 孔雀魚最高也只會分辨4跟5 但恆溫動物像是鴿子 可以分辨6和7 星星則更聰明可以分辨9和10 這次實驗成功訓練班歸 分辨9跟10的能力 證明樹感接近靈長類動物 那這樣的一個研究結果 其實證明說第一個 烏龜有還不錯的樹感 牠真的知道要找大的那邊 就是說我們知道 牠實際上有學習能力 牠會因為牠受到獎勵 然後不斷的去修正 這項珍貴的研究結果 目前已刊登在國際期刊上 不過外界依然好奇 難道班歸真的會算數嗎 你會覺得說 這烏龜算的速度比我們還快 烏龜其實牠沒有真的算 牠是用菇的 我們之後實際上要改變牠的密度 改變牠的面積 然後去測試說 牠到底是用什麼線索 去做這麼快速的一個推估 不管會不會算數 都已證明班歸真的很聰明 未來研究團隊也將繼續實驗 探究爬蟲動物不為人知的一面 記者綜合報導